8月5日,张新宇在微博中高调晒出结婚证和婚纱照,宣布结婚,并且说道是嫁给爱情。 张新宇微博截图据了解,张新宇的老公是一位无禁止战员,名叫何杰,是张新宇参加的一大综艺节目《骑兵神圈》中的教官,何杰目前是尚未挺闲, 曾多次在部队中获奖,相当优秀无遗了,2006年入伍至今,荣获多个奖项,还是高级反恐人才,曾在部队比赛中获得三个科目全场个人最好成绩,参加过极限挑战,一战到底,因为外表色气,他还被暂时支营把洋洋,两人随着节目进展从目尚人到熟室,如今结婚,前男友魏范冰冰,现男友李晨, 如今嫁给君子,张新宇也被称为娱乐圈池男爪,张新宇在今年3月28日公开新恋情,但是一直没有公开男友的身份,但是,恋爱这种事哪里藏得住呢? 张新宇近来在网上的画风一直都是甜甜甜,一副完全沉浸在恋爱中的小女生模样,今天微博高调宣布结婚,直言嫁给爱情,网友都说比李晨靠苦, 张新宇为博帅出的结婚照张新宇,2009年代言公司策划的致壁同学台,因理念的性感形象被誉为新一代性感女神, 2010年份小干贺碎电影《非诚勿扰2》中饰演环保明星一奖,2011年参演了《宅男总动员》《龙门飞驾》《夏宇宇什么?不怕贼电机》《车在救途》等电影, 2013年出演电影《愤红女郎》中男人婆角色,2015年,其出演的电视剧《五妹娘传奇》热播,2017年,她主演了古装传奇剧《四美人》,10月27日,其参加的大型原创作 旅程奖励之特别节目《骑兵神犬》在湖南卫视首播,张新宇与前男友旅程的恋情也备受关注,一度传出座台的传闻,也曾穿着东北大华奥征战巴拿而备受争议,据透露,张新宇的婚礼将于9月底在巴黎岛举行,在张新宇把手头上的工作完成之后,就可以安心的做一个美丽的新娘了。